歡迎收看每日焦點新聞 當地時間7月8日 匈牙利政府發言人宣布 馬麗娜立行領導的法國極右翼政黨 國民聯盟RN將會加入 匈總理歐爾斌牽頭組建的 歐洲議會新黨團 歐洲外國者 而路透社等在8日分析認為 這個意味著 這個右翼政治集團將會壯大為 歐洲議會第三大黨團 對於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所在的 中間編有第一大黨團 歐洲人民黨EPP構成挑戰 詳情是怎樣? 巴士的部評論員Anthony跟我們說說 匈牙利政府國際事務發言人 國際交流與關係 國務秘書科瓦奇 7月8日在社交媒體宣布 法國國盟聯盟加入的消息 同日官宣加入新黨團的 還有意大利副總理薩爾維尼率領的 意大利聯盟黨 據發生社的消息 國盟聯盟方面表示 歐洲外國者 會在歐洲中部時間8日 舉行成立的會議 並在暴露塞爾召開新聞發佈會 正式宣布這件事 科瓦奇說 除了這兩個政黨的加入 歐洲外國者黨團得以繼續壯大 新黨團將由來自12個國家的84名議員組成 84名議員 這個數字是略多於持中間立場的復興歐洲黨團 以及極右翼的歐洲保守派和改革主義者黨團 僅僅是次於中間偏右的歐洲人民黨黨團 以及中左立場的社會黨黨團 新的第三大黨團的誕生 無言將會影響歐洲議會的決策 意大利副總理撒爾維尼8日說 經過大量的工作 今天在暴露塞爾 誕生了一個龐大的愛國者團體 將會對改變歐洲的未來 起到決定性的作用 法國國盟聯盟的主席 巴爾代拉又說 國盟聯盟hhhh 將會影響歐洲的權力平衡 並對抗移民潮 在6月30日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宣布他率领的匈牙利清民盟 将会与奥地利的自由党 捷克的不满公民行动党合作 在欧洲议会组建新的党团 目标是要成为欧洲最大的右翼联盟 从而改变欧洲的政治 主要的诉求包括打击非法移民 以及让更多事务决定权 回归成员国本身 政客新闻网欧洲版分析 对于寻求议会多数 以确保冯德来恩 要连任欧委会主席的中间派联盟来说 欧洲爱恶者去挤身第三大党团 将会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欧洲版6月23日接受德国媒体访问的时候 曾经明确呼吁要切掉 冯德来恩欧委会主席一职 他还说欧盟在冯德来恩任期之下 度过了历史上最糟糕的五年 除此之外 这个新党团的潜在实力 也是对领导欧洲议会 另外一个极右翼的党团 就是欧洲保守派和改革主义者党团的 意大利总理梅洛黎的挑战 不过 政客新闻网欧洲版就认为 欧洲爱国者的权力 也可能会受到所谓的境界线的制约 就是其他党团将会阻止新党团 担任欧委会主席 或者是欧洲议会副议长等的关键职位 谢谢Anthony 湖赫兰多个城市巨报 遭到俄罗斯导弹袭击击 造成至少36人死亡 137人受伤 遇集建筑物包括首都基辅一间的儿童医院 基辅当局宣布当地哀悼一天 而乌克兰官员说 在这一轮的集击当中 俄军发射了38枚的导弹 当中30枚被防空系统击落 总统泽尼斯基表示 俄罗斯向乌克兰南部和东部 以及在首都的五个城镇 发射了数十枚的飞弹 他又呼吁联合国安理会 就这次的集击召开紧急会议 联合国、欧盟和部分西方国家 谴责俄罗斯的攻击不合情理 并且指 集击儿童医院是野蛮的行径 俄罗斯指俄军集击的预定目标 只是国防工业和军事设施 又指几乎受到的大规模破坏 是由乌克兰防空系统造成 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州长表示 乌克兰在过去一天向当地发动 集击造成至少4人死亡 20人受伤 集击还导致160套公寓 60栋私人住宅和接近140架汽车受损 国防报表示 乌克兰出动无人机向俄罗斯边境地区 发动袭击 俄军在别尔哥罗德州等地摧毁了38架乌方无人机 美国总统拜登的年纪和健康问题持续引起讨论 继白宫发言人表示 拜登并未接受帕金逊症治疗后 白宫医生奥康纳也发表公开信 指拜登除了正常的年度体检之外 未曾见过神经科医生 拜登去信民主党国会议员 指理解各方对于这场选举的担忧 但强调他比任何人都清楚 作为党内总统候选人 所承担的责任和负担 如果有人认同他参选 可以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挑战他 呼吁团结并且结束有关他应否退选的争论 而拜登的对手 共和党籍的前总统特朗普 在接受传媒访问时 就说他认为拜登会继续竞选 因为对方是好自我忠心 不想放弃 北约峰会稍后在华盛顿举行 预料其中一个焦点议题是 俄乌战事 北约也邀请了四个印太地区的伙伴国 日本、南韩、澳洲和新西兰出席 四个国家也会另外举行首论会议 并且考虑召开分别有美国总统拜登 和乌克兰总统扎尼斯基参加的会谈 南韩总统尹瑞表示 会和北约领导人 讨论朝俄深化合作对于欧洲的威胁 又奉劝莫斯科考虑清楚 南韩还是北韩更重要 尹石月指出 韩俄关系的走向完全取决于俄方的取态 韩方将会视乎俄朝之间的合作情况 决定对乌克兰提供何种援助 克里姆林工回应说 不同意尹石月的说法 指出平壤和莫斯科形成伙伴关系 而首议参与国际社会对俄制裁 俄方支持和所有国家建立良好的关系 反问如何可以和对俄罗斯持敌对态度的 国家建立友好的关系 回来看本港新闻 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中央送赠香港的 新一对大红猫已经选定 大约是5至8岁 身体症状 希望他们可以在香港开支散业 述团去到四川商口大红猫赴港安排的李家超说 特区向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提出 希望来港的大红猫是青春成年 身体症状能够在香港但下一代开支散业 他感谢林草局考虑特区的希望和想法 选定一对合适的大红猫 大红猫一般是5岁成年 选定送港的一对大红猫 年纪大约是5至8岁 而红性体重是大约120多公斤 动作文折 被评为聪明好动 而痴性的体重约为100公斤 温柔可爱 被评为性情温顺 而李家超说 这一对大红猫现在已经在四川多江演基地作适应准备 稍后会隔离30日 来到香港之后也都需要再进行30日的本地检疫隔离 令到它们适应新环境之后可以和市民见面 会力增大红猫在10月1日去到香港 他说特区政府会和内地相关单位保持紧密的对接 确保动物检疫工作顺利进行 海洋公园稍后也会和中国红猫保护研究中心 签订合作协议书 拷定细节 在审批之后落实 房委会建议今年10月1日开始公屋加租10% 平均加幅是230元 首3个月豁免加幅 即是新租金延至明年的1月开始实施 公屋付户除外 而房屋局局长何远然就表示 公屋租金希望设定在基层市民可以负担的水平 相信平均加幅230元是住户可以负担的水平 二众门户占约10万户 他们的租金由政府代为缴付 所以加租不影响他们 何永然在一个电台节目解释说 根据检讨机制 计算得出公屋住户入息变化为10.73% 所以今次的加租水平 设定在10%的封顶上限 他说有关检讨机制多年来都有效 而每次检讨调查涉及的24000户 认为每两年检讨一次是平衡了行政操作 和当局所需的数据 被问到如果加幅是住户可以负担的水平 为何要延至明年1月才实施 何永然就说是兼备了各方面 既要做好管理也都希望提供少少甜 令到市民感到获关乎 中学派位结果在今天公布 小六生早上返回学校领取派位证和入学注册证 有学生获派首志愿英皇书院心情兴奋 感到不可自信 也有学生虽然获派首志愿 但仍然会到另外两间心仪的学校邀门 在尹华地一间小学 有派到第一志愿真光女书院的学生表示 考试终于有回报感到很开心 有家长就表示 对于女儿的成绩感到起出望外 一直有和对方商讨选校的策略 形容不能太贪心 要因应成绩选校 有家长就说 女儿自行分配学位阶段 已经获得第二志愿的学校取派 但会再到第一志愿学校旧门 欣赏这间学校成绩亮丽 校风优良 课外活动表现强 有学生就表示 派得第一志愿的学校 但会再到两间心仪的学校敲门 他又说 平时周末都会读书 而温习时间大概是五至六个小时 升空会圣雅各小学就在社交网页报起 指今年有九十多位的学生 派位成绩却月 约七成的同学入读英中 二百成半的同学获派首志愿和自行分配 超过九成半的学生派到首三志愿 入读心仪的学校 而本年度一共有五万一千三百九十三名的学生 参加中学派位 按自行分配学位和统一派位阶段 获派首三个志愿的学生人数合计 整体的满意率是百分之九十一 在两个阶段获派首志愿的学生就有百分之七十九 每日早点新闻说到这里